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是在那里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在阿尔卑茨山地区可以说常年是被白雪覆盖的 各种各样的动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生存了下来 好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演播室当中的两位嘉宾 科学点评专家黄承明教授 欢迎黄教授的到来 好奇心观察员丁熙欢迎 在阿尔卑茨山地区有着众多的动物资源 那么哪三种会成为我们今天的主角呢 让我们一起来到万万没想到环节 本环节将展示三个动物的一句话标签 由线上云观众根据兴趣度为他们投票 他们的一句话标签分别是 我是飞檐走壁的高山舞者 我捕猎时善用兵法 我是轻功一流的攀岩高手 请云上观众进行投票 下面我们按照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 请出马上要出场的神奇动物 我是轻功一流的攀岩高手 有请董珊老师 董珊 中国科学院博士 清华大学博士后科普博主 大家好 我是董珊 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壮丽的山脉 这里128座巍峨的山峰 履立在海拔4000米之上 它们是大自然的杰作 岩石峭壁与森林交织 白雪覆盖 形成一片永恒的静谧 然而在这片寂静之中 隐藏着一个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一群野山羊 似乎对平地上丰美的野草不屑一顾 它们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悬崖峭壁 它们为何选择这样一条 充满挑战的生存之道呢 野山羊的蹄子底部有富有弹性的软骨 能够增大摩擦力 从而抓地力和平衡力进一步增强 野山羊的四肢和臀部肌肉非常发达 可增强身体平衡性 使它能够在绝壁上很好地保持身体的平衡 除了蹄子适应攀爬 野山羊还有一身厚厚的羊毛山 让它们在高空时保持温暖 这两个条件 加上本身就比较强的跳跃能力 足以让野山羊在上下陡峭的岩壁时 游刃有余 它们又是天生的横童 这就导致其从山崖往前看的时候 眼中皆是平地 野山羊不怕明着来的 就怕同样擅长攀爬的雪豹 在背后暗中偷袭 这一海拔高度的冬天里 什么都不是意识 这只雪豹还要照顾 已经长大的小雪豹 尽管捕猎失败 但它并没有放弃跟踪眼前的野山羊群 处于发情期的两只雄性野山羊 正在激烈打斗 试图将对手甩到悬崖下 在决斗中获胜的雄性野山羊群 边吐着舌头 边追着雄性野山羊到处跑 这样做会分散它们的注意力 给雪豹带来了机会 接着游会岸边 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在自然界生存充满了挑战 野山羊除了要面对凶猛的 食肉动物等天敌 还要面对雪崩的威胁 野山羊不畏艰险 迎难而上 在最残酷的自然环境中 顽强生存 繁衍生息 在悬崖峭壁上生活的攀岩高手 野山羊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神奇动物心知 谢谢大家 董珊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的 这种动物 丁锡老师有没有觉得 似曾相识呢 是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学习到 这个分享到很多了 我想在那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 是不是野山羊 其实对于猎豹来说 也是非常难得的 不太容易能够抓到它的 这样的猎物呢 猫科动物它有它的擅长之处 但是它跟野山羊 在悬崖峭壁上相遇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长处是发挥不出来的 而且反倒是它有很大的危险 因为野山羊有很长的犄角 它的身体也比雪豹 应该是占有优势的 那么在那样的环境下 它很有可能稍微 用一点技巧就把雪豹挤下去了 我觉得相比而言 它应该会放弃这样的不恋行为 对 那接下来就请 黄承铭教授进行科学点评 这个野山羊的话呢 我们通常也叫做北山羊 一个长长的脚 望后弯 特别是雄性的脚特别长 那就是为了 我们一直都在说的 争夺配偶用的 北山羊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野山羊 分布在欧亚大陆 美洲和非洲这样的地方 所以它的分布范围非常广 虽然说在阿尔卑斯山这样的环境里面 野山羊的话呢 没有猎豹作为它的捕食者 但是有别的这个食物动物 比如说狼就是它最危险的敌人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有请AI主持人柯柯来出题 柯柯全知道 挑战不能少 我是柯柯 这一环节 我给大家出了三道题目 第一题 野山羊幼崽出生多久后 能够跟随妈妈去攀岩 A 三个小时 B 三天 丁锡老师 我想这条题肯定选择的是三个小时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要在如此险峻的环境当中求生 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很快地 让这个幼崽来适应悬崖峭壁 那董珊老师您的选择呢 我还是选B 三天吧 因为毕竟攀岩还是一个技术活 它现在学会走 再学会跑 再学会攀岩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三天吧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 B 黄老师请为我们补充新枝 三天还是三个小时 这个时间的长短呢 跟它的生存的条件有关系 如果说它生存的环境里面 生存的压力非常大 它一定会选择非常快地 能够站立 能够逃跑 比如说我们在非洲大草原上看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领养 一生下来之后 马上就能跟着妈妈去跑 因为在这种环境里面的补充加力太大太大了 而在这种石山的这种环境 怪石灵巡的这种环境里面 小的北山羊生出来之后 虽然说它要赶紧站起来 但是要学会攀岩这样的技巧 那不是太容易的 所以这个时间的话呢 要相对要长一些 因此的话呢 三天的这个答案是比较靠谱的 好 谢谢您 柯柯请出第二题 第二题 野山羊的幼崽会跟随妈妈一起生活到几岁 A 两岁 B 六岁 丁锡老师 据说野山羊的这个寿命是很长的 所以我想 它跟母亲在一块的时间 应该是待得比较久一点 董商老师呢 我选A 两年 因为我觉得对于野山羊这样的动物来说 两年应该已经算是长的了 好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A 黄教授 请补充新知 幼崽跟妈妈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呢 跟她这个时性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她的性成熟的时间的话呢 就会快一些 这样的话呢 更早的独立 更早的这个繁殖后代 如果说他们是一种这个肉食性的 然后需要很长的时间学会这个补食技巧 她要学会很多的本领 需要跟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 要更长一些才能够学会这样的本领 那么这个时间就会长 好的 那接下来请柯柯出第三题 第三题 野山羊的寿命最长为多少岁 A 十岁 B 二十岁 丁锡老师 我觉得海拔这么高啊 你生活的风险和成本呢 都非常的大 还有所要经历的大自然的考验 我觉得更加的艰难 所以我觉得能够活到这个十岁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 董珊老师您的选择呢 我选B 因为野山羊的寿命应该是 在它这个种类里边 应该算寿命比较长的 好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B 黄教授 请为我们补充一下知识 野山羊凭什么活这么久 大多数的这个恒温动物 我们所说的恒温动物就是 能够自己调节体温的 它们的寿命跟身体的大小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体型越大 那么寿命也就越长 像大象 它能够活到五十岁以上 而一些小鼠 那可能就是两岁左右 所以对于野山羊这样的个体来说 它的个体还算是中等或者偏大的 二十岁的寿命是非常正常的 好 谢谢黄老师 那今天由董珊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北山羊 成功入住动物心智图鉴 科研探秘 带你观察大自然 又到了柯柯 带你看世界的时间 一只北极熊正在狩猎 它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大餐了 树公里外 一只海豹正在浮冰上悠闲地晒太阳 殊不知狩猎者悄悄出现在了身后 虽然它对海豹垂涎三尺 但也不敢贸然行事 得想个万全之策 因为海豹一旦进入水里 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机会来了 隐匿前行 悄无声息地接近 留给它的机会不多了 在失败中总结经验 是所有动物天生的共性 这一次 北极熊没有着急接近海豹 而是绕一大圈 海豹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的气息 终于 北极熊成功地接近了海豹 可喜可贺 北极熊做到了 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捕猎食善用兵法 这是哪一种动物呢 有请叶超老师 叶超 科普博主 大家好 我是叶超 阿尔卑斯山脉 是欧洲最高大的山脉 绵延1300公里 平均海拔3000米 这里有着长达八个月的寒冬 空气含氧量极低 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40度 对于野生动物而言 阿尔卑斯山脉的环境 充满了艰难险阻 但一只棕熊闻到了肉腥味 缓缓向这边逼近 雄性头狼不甘示弱 想象族群证明自己的权威 经过一轮搏斗 头狼被棕熊的爪子拍成了重伤 远处的母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打伤 食物被抢走 悲伤的母狼走到奄奄一息的丈夫身边 陪伴曾经出生入死的伴侣 度过最后的时刻 这只母狼已经怀有身孕 狼是一种非常专一的动物 作为头狼的妻子 它并没有为自己和腹中的小狼的生存 向新的狼王低头 母狼在经过了很久的徘徊之后 只能忍痛和丈夫告别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他必须重新出发 去寻找新的生存之地 母狼跑了很远很远 每天最多一百公里 他离开了他出生的这片森林 他无比熟悉的这片森林 在他的宝宝们降生之前 他只有三周的时间 用来长途跋涉 这三周 他必须形单影只地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 寒冷 饥饿 雪崩 还有虎视眈眈的捕食者 狼群主要依靠集体合作来捕猎 而毒狼很难捕获猎物 母狼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 他知道再这样下去 他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会饿死 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到猎物 有一只乌鸦一直盯着它 母狼马上明白了 鸟为什么在那 母狼马上提起了进去 不是因为它想吃乌鸦 而是因为乌鸦是优秀的捕猎助手 还有谁能像鸟一样 从天上发现猎物 还有谁能像狼一样杀死猎物 剥掉兽皮 给鸟留下残羹剩饭 这是双营 母狼跟着乌鸦走了好几公里 乌鸦有锐利的眼神和敏锐的听觉 是狼宝贵的向导 前面出现了一片牧场 牧场里有三百只绵羊 乌鸦一下就发现了这座粮仓 狼在认真观察 狼站在下风口 以免它的气味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但是狼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有五只牧羊犬正在保护着这群羊 母狼知道自己不是这些牧羊犬的对手 它只好离开了羊群 这时乌鸦又兴奋起来 它发现了一只潜在的新猎物 这只狼群的野猪 有将近一百公斤重 乌鸦凑近仔细观察 再近一点 现在该召唤它的同伙了 对饥饿的狼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机会 正在享受泥水域的野猪 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 令它不寒而栗的气味 野猪认出了这气味 是狼的气味 野猪赶紧逃跑 木狼单挑一头凶悍的野猪 它能否捕猎成功 阿尔卑斯山的精灵 接下来更精彩 但很快 野猪发现 这次遇到的不是狼群 而是一只独狼 形势逆转了 野猪不想放弃这块领地 对于狼来说 单挑这头能撞断它肋骨的野猪 也是很危险的 但是它饿极了 强壮的野猪开始反击 狼采取它的拿手好戏 不停地与猎物兜圈子 想把野猪累得精疲力尽 乌鸦一头雾水 它不知道谁在捕猎谁 野猪现在占了上风 它占据了有力刑事 狼若受伤 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理智和求生的本能 让它不得不放弃 母狼打起精神 继续迎难而上 向山顶攀登 山顶上堆满了鸡血 有一群野山羊正在觅食 它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尔卑斯山脉 最后在位于普罗旺斯高地的阿尔卑斯山定居下来 安顿好小狼后 母狼知道自己要做一件事了 就是为自己寻找到另一只头狼 因为仅凭它自己的力量 是肯定无法建立起狼群的 终于一只年轻的熊狼来回应它 母狼找到了新的伴侣 幼狼们也将在这里适应大自然的生活 一个新的狼群即将崛起 母狼为了幼崽不顾一切的跨越千里 历经艰辛 它的母爱和毅力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伟大和母爱的无私 不畏艰险绝地求生的雪山精灵 灰狼 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 谢谢大家 先问问丁锡老师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狼这个动物我对它非常地好奇 据说是如果你在野外如果不小心伤害了这样的一匹狼 那这个狼的家族就会把你记住 然后锁定你 所以我觉得好吓人 如果被这个狼群家族给锁定住 它们是有仇必报 是这样吗 其实狼是一个就是它的智商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的听觉和嗅觉特别灵敏 它主要是通过嗅觉去嗅到了它觉得是敌人的这个气味 它在哪呢 然后去报仇去 它把你当成是猎物了 请黄成明老师跟我们解答同时进行科学点评 狼的话属于这个食肉动物下面的犬科 那么犬科这一类的动物非常有特点 一个的话呢就是它的爪子是不能收回去的 有这个爪印那一定是犬科动物 如果没有这个爪印的话呢 像猫科动物它这个爪子是可以收回去的 第二的话呢就是犬科动物它是群居的 像狼它们是以家庭的生活方式群居在一起 而且这种家庭的生活方式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忠诚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它们的捕食方式是一种长途奔袭 持续不断地追逐的方式 它和这个猫科动物一样 猫科动物很多都是伏击的方式 躲在草丛里面 或者是悄悄地接近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突然出去攻击 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答题互动环节 有请柯柯为我们出题 柯柯全知道挑战不能少 大家好 我是柯柯 这一环节我给大家出了三道题目 第一题 灰狼最多可以多少天不进食 A 一周左右 B 半个月左右 丁锡老师 我觉得能称过一周就不错了 还称半个月呢 我觉得这个似乎有一些不可思议 所以一周已经是了不起了 您呢 我选B 半个月以上 是吧 因为这个狼它食量首先很大 就它一次吃东西 最多能吃三十斤的东西了 这一次补充的量 超过了咱们多少倍的数量 然后还有就是狼 它本身这个动物就特别的坚韧 通过它的性格也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特别能扛 特别能忍的动物 好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B 请出第二题 第二题 狼的幼崽出生后多久能睁开眼睛 A 三天左右 B 七天左右 来 丁锡老师 取决于就是这个家族究竟在熟练的 怎样的一个层级 那你是狼宝宝 对不对 你看本身这个家族就很优越 本身就是很凶残的 所以我觉得它们可能天生无忧 我选B 叶桃老师 您的选择 这道题我也跟丁锡老师的选择一样 也是选一周左右 确实是 我觉得这个丁锡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 它们的宝宝是能很好地被它们的家族所照顾的 所以它就没有必要嘛 像食草动物一样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B 好 接下来请出第三题 第三题 狼的幼崽出生后由谁负责抚育 A 母狼单独抚育 B 母狼和公狼一起抚育 丁锡老师 刚才也说到这个狼群它是有家族性的聚集的 我想它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体系 还有分工还有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 所以我选择的是由狼妈妈来捕育幼崽 叶超老师 那这道题呢 我跟丁老师看法不一样 我选B 是由父母共同来养育的 狼呢 它其实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 狼宝宝也是由狼父母共同去捕育长大的 甚至连这个狼的家族就都会来去共同捕育这个狼宝宝 好的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B 好 黄教授请为我们补充新知 这个幼崽啊能跟父母待的时间有多长 跟他的生存的环境里面的压力有关系 如果说他没有天敌了 无有无虑 那么跟父母待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学到更多的东西 学会更多的生存本领 因此他跟父母待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 谢谢黄老师的补充 那今天叶超跟我们分享的神奇动物狼 成功录驻动物新知图见 科研探秘 带你观察大自然 又到了科科带你看世界的时间 一只松鼠正在树林里觅食 红尾狂喜欢捕食松鼠 是松鼠的天敌之一 它已经盯上这只松鼠有一会儿了 松鼠利用这个暗门跳到了地上 接下来的这种动物 同样是擅长飞檐走壁的高手 那它又会是谁呢 有请陈康老师 陈康 北京市第八中学生物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硕士 大家好 我是陈康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翼灵 翼灵是一种小型牛科动物 这种动物以其弯曲的尖角 和灵活的身姿著称 适应在崎岖的高山地形中生活 它们的外形优雅 体型中等 成年翼灵的身高在70到80厘米之间 体重25到45公斤 它们通常生活在欧洲的阿尔贝斯和卡尔巴仙山脉 翼灵在生态链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们是多种捕食者的猎物 包括猛禽 狼和舍利等 在这种捕食关系中 翼灵不仅是捕食者的食物来源 同时也通过自身的敏捷和警觉 提高捕食者的生存技巧 具有非凡跳跃和奔跑能力的翼灵 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 谢谢大家 陈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翼灵 说真的 头回听说 丁锡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刚刚领略了野山羊的风采 都是在悬崖峭壁之上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 这个翼灵和野山羊呢 怎么能够捕捉到它们的这种区别呢 对于这个翼灵来讲 它的脚要比成年的野山羊的脚要小 它大概是野山羊脚的五分之一 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发现 对于翼灵来讲 它的面部总来讲是比较长的 在它的眼睛下面有黑斑纹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有请我们的AI主持人柯柯出题 柯柯全知道 挑战不能少 大家好 柯柯来了 这一环节还是由我 为大家准备三道题 第一题 翼灵的毛色会随季节发生改变吗 A 会 B 不会 那丁锡老师请选择 在动物世界满满的求生育 所以随着季节的变化 它们会变化自己的毛色 你比如说在夏天就会浓重一些 这样就会避免天敌来捕杀它们 到了冬天之后 银状素果嘛 所以它们也让自己的衣服变得这种素淡一些 这样是便于伪装和隐藏的 我选A 会 好 您呢 我非常同意丁老师的观点 对于一个翼灵来讲 它在夏天的时候 它的皮毛一般呈棕色 而在冬天的时候呈浅灰色 就像丁老师刚刚所说的 它是为了更好的跟环境协调统一 是一种作为保护 避免被天地发现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 A 黄教授 灵长类动物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特征了 对 灵长类动物的话 就不会随着这个季节性的变化和变化 因为这个颜色 毛色 它是一个隐蔽的颜色 比如说生活在森林里面的灵长类 除了这个食物有变化以外 基本上这个环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灵长类的毛色的话 不会随着季节性的变化和变化 而对这个翼灵来说 它周围的环境会有些变化 比如说到了冬天 大雪 那么它会改变它的颜色 更适应它生存的环境 这个季节 这个时候的环境 好 谢谢您 科科请出第二题 第二题 以下关于易灵的描述 哪一项是正确的 A 易灵喜欢在清晨和傍晚出来觅食 B 易灵的嗅觉非常灵敏 林夕老师选一下 这让我想起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赤壶 对不对 你想在几十厘米厚的这个积雪当中 它能够捕捉到猎物 然后就像变而起 然后砰栽到这个雪地里边去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嗅觉 对不对 所以本道题选择的是出色的嗅觉 它才可以在这个雪地当中来精准地捕猎 您的选择呢 我的观点可能和丁老师都不太一样 我们去看那个易灵她那个图片 包括她的那个视频 我们会发现 易灵她在出来捕食的时候呢 她的眼睛非常大 大而明亮 她的那个耳朵呢 一直在竖着 在观察周围的声响 所以呢 她的视觉和听觉非常发达 她的嗅觉并不是那么的强大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 A 黄教授请为我们补充新知 易灵是草食性的 所以那个草的话 它又不会跑 不需要特别的技巧 那么最重要的是 它的活动时间 要和这个捕食者的时间 不要重叠出现 这样的话呢 就更容易生存 所以在早唱和这个黄昏时间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她选择这个时间 来出去觅食 接下来请出第三题 第三题 易灵能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 以多快的速度奔跑 A 30公里每小时 B 50公里每小时 好 丁锡老师 我觉得我好像开车 才开每小时50公里吧 她如果要是说 在崎岖的山地上 她的奔跑速度是 50公里是不是 太快了 太夸张了 我觉得这种技能 应该不会这么惊人 我选择少的那一个30公里 易灵呢 她主要生活在一些悬崖峭壁 她的奔跑能力实际上是非常强的 她的四肢呢是修长有力的 而她的蹄子前端呢 有非常厚的脚趾层 她的底部呢 有非常柔软那个软垫 所以可以提供给她 非常强的抓地力 以及很好的弹力 所以我认为她的奔跑能力 应该能够达到50公里每小时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B 好 黄教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所以她的速度一定是快的 今天由陈康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易灵 成功录注动物性质图鉴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三种在险峻陡峭的高山环境中 不畏艰险 迎难而上 顽强生存的动物 野山羊具有十分惊人的攀爬能力 可以轻松爬上险峻的悬崖峭壁高处 犹如闲庭信步 就连雪山之王雪豹也追不上他们 灰狼依靠团队合作捕捉猎物 对感情也十分专一 母狼为了幼崽不顾一切的跨越千里 历经艰辛 它的母爱和毅力 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伟大和母爱的无私 具有非凡跳跃和奔跑能力的 异灵母子 依靠警觉和速度 成功从天敌奢利嘴下逃生 这三种动物的独特魅力 还真是让柯柯着迷呢 您也喜欢它们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